第三章 萤火虫 草丛里的星星 温和的捕猎者 在安静的夏夜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萤火虫飞来飞去 就像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在昆虫世界里 能发光的虫子很少 这种小东西因为能发光而闻名 古希腊人把这种小虫子称为亮尾巴 这个叫法真是太形象了 现在 科学家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萤火虫 雄蝇到了发育成熟时会长出赤钙 雌蝇却不太引人注意 并且一点也感受不到飞行的快乐 对广袤的天空更是一无所知 它终身保持着幼虫的状态 好像身体永远都长不完全 实在好可怜哟 这种小昆虫外表看起来很可爱 你要是以为它是个素食主义者 那可就错了 它最喜欢吃肉 而且还有自己特有的绝招呢 萤火虫最喜欢吃的是蜗牛 首选是那些身材比较小巧的 大的蜗牛它很少吃 可能是比较费力气吧 萤火虫吃蜗牛前 先给蜗牛打上麻醉剂 等蜗牛昏迷后 无力抵抗了 萤火虫再把蜗牛消灭掉 它这个方法 就像生病的人做手术之前 一定要打麻醉药一样 等到蜗牛失去知觉了 就不会感到疼痛而挣扎了 在酷热的夏天 许多小蜗牛聚集在路旁的甘草 或街杆上 懒洋洋地浮在那里一动不动 也有的蜗牛聚集在 阴凉潮湿的阴沟边 这里凉爽些 这时 萤火虫当然不会错失如此好的机会 就会来到这里捕获猎物 为了细致地观察 萤火虫是怎样给蜗牛打麻醉剂 并吃掉它的 我特意做了一次有趣的实验 一天 我找了一个大玻璃瓶 在里面放上一些青草 而后 放进几只不大不小的蜗牛 然后 又抓到几只萤火虫放了进去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 我耐心地坐在旁边 等着看里面会发生什么 一只小蜗牛 可能是由于好奇 开始缓慢地爬向那些青草 它的触角伸出来 左晃右晃的 感觉很兴奋 这时 一只萤火虫注意到了这只蜗牛 因为蜗牛对它有很强的吸引力 它摩拳擦掌 抽出了随身携带的兵器 准备进攻了 这个兵器太小了 人的肉眼根本看不到 刚好旁边有一个放大镜 我立刻把它派上了用场 在放大镜下 我看到了萤火虫身上长着两片鳄 它们都成弯曲形 要是合起来 就成了一个钩子 这个钩子又尖又小 像一根毛发似的 如果把钩子放在显微镜下 可以看到在钩子上有一条钩 老实说 这个钩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 对于萤火虫来说 却是非常有用 是它用来麻醉蜗牛 享受美味的致命武器 看到小蜗牛把身体探到了壳外 萤火虫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用大鳄刺了蜗牛一下 萤火虫的动作很轻柔 态度也很温和 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猎物 而是一个亲密的朋友 那动作很像接吻似的 萤火虫刺了一下 毒枝顺着钩子上的小钩 进到了蜗牛的体内 萤火虫停下来 看看蜗牛有什么反应 然后又刺了一下 就这样刺上五六下 小蜗牛的触角渐渐软下来 怕在那里不动了 我想 蜗牛一定是被麻醉的不省人事了 大家都知道 蜗牛有一个壳可以保护自己 但是 当它爬行或钻出壳 四下张望的时候 就很容易遭到萤火虫的攻击 这些小蜗牛也很聪明 它们会时常爬到那些摇摆不定的高处 比如 草杆的最上端 或是待在很光滑的石头上 它们依附在这些物体上 这些地方像个盖子似的 把它的房子出口盖延了 小蜗牛就会很安全 可是 百密总有一书 只要蜗牛不小心留下很小的缝隙 就给萤火虫制造了机会 萤火虫会毫不留情地把钩子刺入蜗牛的肉里 然后释放毒液 这时 萤火虫的动作一定要轻轻的 否则 如果蜗牛一下子被惊扰了 就会从草杆上或是石头上掉下来 就有了逃脱的机会 这下你明白了吧 萤火虫轻柔地对待蜗牛 并不是出于仁慈 而是为了捕猎的百分之百成功 这个肉食主义者才没有那么好心呢 那一盏希望的灯 萤火虫挂灯笼 飞到西来飞到东 就像一颗小星星 这是一首流传很久的儿歌 萤火虫也因为有了这盏小灯笼而出名 被许多人熟知 磁影用来发光的器官 长在身体后面的三节部位 前两节中的每节下面都发出光来 呈宽带形 第三节的发光部分小很多 只有两个小点 光亮从后面射出来 从萤火虫的上下 都可以看到这个光 从宽带形和小点上发出的光有点泛滥 但是很明亮 在漆黑的夜晚 可以照到很远的地方 雄影的发光器官没有雌影那么多 只有身体后面的两个小点 这两个小点是整个营类家族都有的 一点也不稀奇 在显微镜下 萤火虫的表皮上有一种白色涂料 形成细微的颗粒状物质 这就是光的发源地 光是在萤火虫的呼吸器官中产生的 那种与空气混合能发光或燃烧的作用 叫氧化作用 萤火虫可以发光 就是氧化作用的结果 那些像白色涂料的东西 是氧化作用后的残余物 萤火虫能很准确地控制自己的发光亮度 要是他想让自己发出的光亮一点 就会增加体内吸管中的空气流入量 要是萤火虫不高兴了 就会减少体内吸管中的空气流入量 那光就会暗下来 如果萤火虫恼怒了 就会干脆关掉阀门 不再往里面输送空气 这时 这盏小灯就会彻底熄灭 在下一夜 当淘气的小孩子捉他们的时候 明明看见他们在身边发着光转圈飞着 飞累了歇在那里 可你轻手轻脚地走到跟前 又找不到了 你以为是自己的眼睛滑了 他们可能飞走了 其实 是他们听到了声音 关掉了自己的小灯 在骗你呢 这种小家伙是不是很狡猾呀 当他们受到某些外部刺激时 萤火虫身体后面的两个小点 会受到影响 但是 磁影那两条发光的带子 却不会受任何干扰 照常发着亮光 我曾经做了很多次试验 想使萤火虫的光带不发光 尽管采用了制造噪音 往他们身上泼凉水 向他们吹烟斗上的烟 用手捏他们的小身子等方法 都没有对他们发光的光带 有多大的影响 他们经过短暂的调整后 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萤火虫发出的光是白色的 看起来很柔和 一点也不刺激人的眼睛 在黑夜里看到这种光 就好像是从月亮上 撒下来的许多白色的 漂亮的小花 让人感觉很温馨 不过 你一定想不到 这种会发光的小虫子 却是感情很淡漠的家伙 他们对家族成员毫无感情 即使对自己的卵 也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任凭他们自生自灭 当他们要产卵的时候 根本不会选择一个安全 适合宝宝生活的好地方 而是随便选个地方 就把卵产在那里 可能是地上 也可能是草叶上 还可能是小水沟里 产完卵后 他就拍拍翅膀飞走了 至于宝宝的死活 那就全靠他们的运气了 反正 萤火虫妈妈 不会再多看他们一眼 萤火虫从生到死 一直都是发光的 甚至卵也是发光的 幼虫也发光 当寒冷的冬天到来的时候 幼虫便会钻到地下去 不过 不会钻得很深 即使他们钻到地下去 这盏灯仍然亮着 因为 它是一盏希望的灯 你们希望能不能再来 在这个诺断里面